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继续收看原来创世纪这么重要的一系列的课程 我们上一堂课提到撒旦的四重战场 我们今天就要直接从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来看 撒旦怎么样攻击试探人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我们要晓得魔鬼的诡计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可以来胜过它 那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 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 讲到撒旦怎么样试探夏娃的这段经文 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 撒旦怎么样试探攻击人 有几个诡计 第一个诡计就是让你怀疑上帝的爱 魔鬼的第一个诡计就是让你怀疑上帝的爱 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 这个撒旦对夏娃说什么呢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因为撒旦先跟夏娃讲说 神岂是不让你们吃所有伊甸园里面的果汁吗 这个夏娃就说没有啊 神没有说都不可以吃啊 只有那一棵树不可以吃 撒旦开始试探她了 那为什么只有那一棵不能吃呢 因为上帝留一手上帝对你们有所保留的 因为当你吃了这棵树以后呢 你就会更棒更厉害 所以让你怀疑上帝的爱 这个就是魔鬼很厉害的诡计 这个我们看见撒旦对耶稣的试探也是一样 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一到第六节 讲到人类面对的第一个试探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照 耶稣再来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面对撒旦的试探 其实是相似的 你看马太福音第三章 当耶稣受了洗 从水里上来 天为他开了 然后天上就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感谢上帝 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同样的 上帝也对我们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但是如果你注意 你连着去读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后半段 是讲耶稣受洗 之后呢 第四章立刻 这个就到旷野 去面对撒旦的试探 你看见撒旦的试探说什么呢 他说 这个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魔鬼的试探是针对 天父对耶稣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魔鬼就给耶稣一个试探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那么上帝就会为你做这些事情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魔鬼的试探 魔鬼常常会在我们的 这个耳边对我们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那么上帝就应该要这样对待你 然后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不会啊 你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呢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呢 好 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 我想每一个人都面对的试探都不同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魔鬼可能会跟你说 如果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 那么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些困难呢 这些灾难呢 如果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 为什么你会生这个病呢 如果上帝爱你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单身呢 如果上帝爱你 为什么你会失业呢 你的工作都不顺利呢 如果上帝爱你 为什么你的事业没有得到他的祝福呢 你看别的基督徒都很蒙福 为什么你就没有蒙福呢 你看别的基督徒 婚姻都很顺利 为什么你就婚姻不顺利呢 你看别的基督徒身体很健康 为什么你就不健康呢 可见上帝不爱你 上帝如果爱你 为什么他会让你的丈夫有外遇呢 为什么你的孩子会离家出走呢 兄弟们小心啊 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 这个尼托森弟兄说 怀疑上帝的爱是人堕落的开始 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真的是对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胜过魔鬼的诡计 很重要的就是 你不管在任何的处境 你都要学习信任上帝 也许你现在 看不到上帝到底 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事情 你仍然要信任上帝 弟兄姐妹 约伯记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你要信任神 那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说 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弟兄姐妹 只要你有经验的人 你都可以讲出很多的见证 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 我在几年前 身带开了三次刀 很痛苦的 因为我是讲员 我是一个老师 但是我现在 如果你现在问我 我可以跟你讲十个十五个 神借着这个 我的身带开刀 带给我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胜过魔鬼的诡计 第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选择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都要信任你的上帝 你看见 但以理书第三章 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他们因为不敬拜 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那个金像 所以就有人控告他们 所以他们就被抓到 尼布贾尼撒王的这个前面 那么尼布贾尼撒王就跟他 这三个朋友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敬拜 那么我就立刻放你 如果你不敬拜这个金像 我就把你丢到那个烈火的窑中 那他已经弄一个烈火的窑在那个地方了 看看有什么神可以救你们 来我们看看 约伯的这个三个朋友 他怎么说呢 他说尼布贾尼撒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 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好然后接下来很重要 他说即或不然 他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上帝没有拯救我们 我们被烈火烧死了 我们也绝对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哇兄弟们 我觉得这种信心非常重要 我常常提到说 基督徒一定要有两种信心 第一种信心叫做 即便如此的信心 这个我们看今天 他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相信 相信上帝会拯救他 这种即便如此的信心 是相信上帝的能力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相信上帝的能力 我们相信上帝可以救我们脱离患烂 我们相信上帝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 我们相信上帝可以为我们预备婚姻 我们相信上帝可以让我们的外遇的丈夫回头 让我们离家出走的儿女回头 我们相信上帝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事业 当然我们相信上帝可以做得到 但是弟兄姊妹 你不能只有即便如此的信心 你要有第二个信心 就是即或不然的信心 即便如此的信心 是你相信上帝的全能 即或不然的信心 就是你完全相信上帝的爱 不怀疑上帝的爱 你相信上帝现在让你遇到这些困难 他仍然很爱你 上帝有智慧的 他让你面对这些困难 他有他最美好的安排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弟兄姊妹 即便如此的信心 就是我相信上帝 我相信你会医治我 上帝我相信你会让我遇到美满的婚姻 上帝我相信你会让我事业顺利 上帝我相信你会让我外遇的丈夫回头 这个是即便如此的信心 但是弟兄姊妹 你还要即或不然的信心 就是上帝 就算你没有现在医治我的身体 我仍然相信你很爱我 我仍然愿意顺服你 跟随你 上帝 虽然你让我破产了 我仍然相信你很爱我 我仍然相信你是最有智慧的神 我仍然愿意顺服你 跟随你 上帝啊 我虽然我到现在还是单身 我仍然相信你爱我 我仍然愿意顺服你 跟随你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要有两种信心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刚刚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提到怎么样胜过撒旦呢 还有一句话 很重要 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弟兄姊妹 就像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一样 他相信上帝可以救他们 但是就算死了 他们也绝对不会妥协 当你有这种信心的时候 撒旦就在你身上 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撒旦怎么样攻击人呢 就是让你怀疑神的爱 所以基督徒要战胜魔鬼 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怀疑上帝的爱 你一定要选择 不管在任何的处境底下 光景底下都要信任神 这个是很重要 第二个呢 撒旦会让你怀疑神的话 我们提到撒旦会用谎言来欺骗人 撒旦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谎言的父亲 说谎之人的父亲 撒旦怎么样攻击你呢 就是让你对上帝的话怀疑 对上帝的话打折扣 比如说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 撒旦对女人说什么 他说你们不一定死 这句话蛮有意思的 弟兄们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上帝对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么撒旦怎么样试探人呢 他说你们不一定死 我们在想为什么撒旦不是跟他说 你一定不会死 而是说不一定死呢 这个就是魔鬼很厉害的地方 魔鬼如果说你一定不会死 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是吗 但是如果他告诉你 不一定 就是有空间啊 有转环的余地啊 这个你比较容易受试探 比如说如果撒旦跟你讲说 你不需要十一奉献 你大概不会平安 但是他如果告诉你 你不一定需要十一奉献啊 等你有钱再十一奉献就可以了 你比较容易相信 如果撒旦跟你讲说 信跟不信一定能够同富于二 你不会相信 但是如果他告诉你 信与不信 不一定不能同富于二啊 谁说你现在交往的对象 不是基督徒 就一定不能跟你同富于二呢 不一定 他如果告诉你不一定 这个你就很容易落入试探啊 他会告诉你说你看 你现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 他除了不信耶稣之外 其他都很好啊 我看我们教会那些弟兄 各方面都没有这个弟兄好啊 你看他又温柔 善体人意 工作又稳定 这样的人 除了不信耶稣 也许是可以跟他共度一生的 弟兄姊妹这个是魔鬼很厉害的诡计 就是告诉你 不一定死 这个不一定死还告诉我们 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防止魔鬼有两个诡计 一个就是把绝对变相对 比如说上帝说一定死 那么魔鬼就说不一定 这个叫做把绝对变相对 比如说圣经的真理就是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赤下别的名可以得救 但是我们遇过有一些基督徒也会妥协啊 你知道台湾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他说什么呢 他说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让人上天堂 但是基督教是最短的路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把绝对变相对 还有呢 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 他就会告诉你 不一定不能同父一儿 这个就叫把绝对变相对 那魔鬼还有另外一个诡计是什么呢 就是把相对变绝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我们绝对不能把绝对变相对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相对变绝对 比如说很多的教会坚持洗礼的方式 敬拜的方式 或者某一些不是绝对的圣经的领受 比如说到底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 还是这个灾后被提 这个其实圣经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解读 那么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只要这些真理跟我不同的 就非我族类 就排斥这些人 这个就是把相对变绝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魔鬼要么就让你把绝对变相对 要么就让你把相对变绝对 这个都是我们要很留意 魔鬼的诡计 所以我们要留意 魔鬼的一个诡计就是谎言 我们一定要学习用真理来抵挡谎言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 当耶稣遇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 魔鬼跟他这样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他就是告诉耶稣 如果你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就不是神的儿子 你看耶稣都用真理来回答他 他说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然后你们要留意 魔鬼还有一个诡计 就是魔鬼发现耶稣用神的话 他也用神的话 你看当魔鬼把耶稣领到高山 跟他说你只要拜我 这一切都归你的时候 你看耶稣就用神的话 再用神的话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所以你看耶稣一直用真理 去抵挡魔鬼的谎言 但是你看魔鬼也会用神的话 你看魔鬼就把耶稣带到那个垫顶上 然后他就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跳下来 然后你看他引用圣经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对神的话不能一知半解 你看耶稣对撒旦说什么 经上说 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 经上又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我们看见耶稣对真理非常了解 他没有一知半解 他对全辈的真理很了解 所以当他面对魔鬼的谎言的时候 就不至于落入 撒旦的这个试探的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学习认识真理 全辈的真理 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谎言 好 第三个 撒旦怎么样试探我们呢 就是让我们轻忽罪的结局 这个你看这个上帝警告人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结果蛇就对你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不一定死就是让你轻忽罪的结局 这个你看见魔鬼的诡计就是这样 这个你看生命纪29章19节说 听见这咒诅的话 心里仍然自夸说 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 连累众人怎么样 却还是平安 所以魔鬼有一个诡计 就是让你以为 哎呀 没什么关系 你犯这些罪 上帝也不会做什么事情 所以魔鬼会在你的耳边跟你讲说 哎呀 不会有事的啦 耳窝贪腐一点钱 不会有事的啦 耳窝上一下色情网站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让自己放松一下 一段时间不要去聚会 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哎呀 办公室的女同事暗恋我 偶尔跟她去喝喝咖啡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的 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 就是让你轻忽罪的结局 然后让你怎么样呢 只是去想那个罪中之的 来 我们看到魔鬼对夏娃的试探 就是你看你吃了以后多好啊 眼睛就迷亮 你们就跟上帝一样啦 就魔鬼有一个诡计 就让你忽略最终 这个让你注重最终之乐 然后忽略罪的结局 让你犯罪的时候 当你在婚外情的时候 就只让你想到那个偷情的快乐 而没有去注意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 罪的带来的结局 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 所以兄弟妹 这个是我们看到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这个魔鬼的试探 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不要 三个很重要 魔鬼怎么样试探我们的 第一个就是让你轻忽神的话 第二个就是让你 轻忽神的爱 第三个就是让你轻忽罪的结局 轻忽神的爱 怀疑神的爱 轻忽神的话 第三个 轻忽罪的结局 这个就是魔鬼很厉害的诡计 好 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往前看 再继续往前看 再继续往前看